另外在中国庆祝中共建国60周年之际 香港星期四也以升旗仪式开始了各项庆祝活动 很多人为中国的强大而感到自豪 也有人抗议中共一党专政 详细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000多人星期四一早 聚集在维港盼金子金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其中包括香港代理行政长官黄仁龙党 其他庆祝活动包括维大利亚港湾的国庆烟花会演 以及国庆晚会等 在另一方面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 也在庆祝活动附近举行抗议 抗议者抬着只做的棺材 高喊结束中共一党 此外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今天也举行了争取中国人权的绝食静坐和游行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